在01日前宣布即將於年底公蛋 將在小巨蛋跟歌迷共度跨年夜 相隔一年半重返舞台 究竟卻坦言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 是怎麼還要再唱 不是大家都聽過了嗎 花雖如此求新求變的 它還是火速召集團隊討論 除了要翻新巡演造型跟預告會首唱新歌 而五日下午正式開始售票 66000張門票於6分鐘內全部賣完 這次繼前北高雙彈共17場演唱會後 再次締造6場秒殺記錄 只能說九令的魅力太驚人了 從最新釋出的宣傳照中可以看到 九令剪了一頭俐落短髮 還換上粉菊髮色 整個人人超有氣勢 當歌迷看了紛紛興奮直呼 女神強勢回歸了 而九令這一次也特別為了最後巡演 準備了畢業贈禮 到時候將送給到場歌迷 一人一隻螢光局的斧頭手燈 讓歌迷們相當期待